在美国永恒愿季节吃甜点 比如在寒冷的冬天 人们喜欢吃热的蛋糕火着派 但在炎热的夏天 有一种凉凉的甜点叫Icebox Cake 很受欢迎 叫Icebox Cake是因为做好了 要先放在冰箱里冷藏 然后要冷着吃 美国南方最有名的一种Icebox料理 就是我今天要给你介绍的Keylan Pie Keylan Pie所选用的原料包括 Pie的外壳是用一杯又四分之一杯gram crackers 或消化饼墨碎 三丝大勺融化的五颜黄油 和一大勺的白砂糖 里面的馅儿是用一罐差不多一杯的甜链乳 Sweetened condensed milk 三个蛋黄 半杯Keylan juice 清凝汁 一杯浓奶油 和三大勺糖粉 做外壳 现在碗里把墨碎饼干 黄油和糖搅匀 然后放到一个圆形盘底 然后放到一个圆形盘底 在烤箱在160度烤15分钟 到颜色变深 再放15分钟 接下来把链乳 蛋黄和清凝汁搅匀 搅匀 倒进盘里 在175度烤箱里 烤15分钟 冷却后放冰箱 冷藏一个小时 在美国超市 你会看到有两种酸的水果 一种是Lemon 然后另一种是Lime Lime要比Lemon的个小 味道也要更甜 然后放冰箱 Keylime是美国最南边的 Florida Keys的一个特产 它个儿要比常见的波斯清零小 然后味道还要甜 那我们做Keylime Pie 一般会用浓缩的Keylime的汁 下面找鱼奶油 它变得粘稠 慢慢加糖粉 搅匀到成粘稠状 涂在派上 最后点上清零片和清零末 派就做好了 Keylime派来自美国南边的Florida州的Keyz列岛 那边最早吃的货物都是通过船运过来的 所以当地人们没有新鲜的牛奶 只有这种罐头的 所以有一天有人用这个罐头炼乳和当地的Keylime 设置做了一个新型的派 结果新型甜品普及到美国全国各地 如果有机会可以多来尝一尝